哈囉 各位觀衆朋友 大家好 我是一樣 我們先來打一下波羅斯的夢魘吉娜 因為有觀眾問到啦 黑金哩哩史能不能通關 當然可以 而且還可以一次雙成就齁 不過龍科你就幫我帶一個比較好綠珠的形狀 我這邊甚至沒有帶到三個形狀一模一樣的 那隊員配置的話 前兩隻都是嶄新時代的小獎 分別是飛羅和都雷托 然後這隻木維珍妮 其實他技能就是希格馬 你要帶希格馬也OK 再來就是毒龍的部分齁 那這隻是逸轉過後的毒龍 所以不要帶錯 好 那這邊的話 如果我的隊伍跟龍科配置 你有沒看清楚 可以按暫停稍微再看一下 剩下我們就邊打邊講解啦 好 來 第一關 好 第一關我們就抓著角色珠停在莉莉絲的直航 好 來 再一次 好 莉莉絲不會被連擊 所以沒事齁 好 來 再來 好 三回合之後呢 我們把莉莉絲打開 然後進到龍魂模式 來 接著開這個龍科之力 然後左下角起手去無視他這個連擊 不是啦 不是連擊同等 去無視他這個減傷抗性 好 好 來 這邊就直接垂過去 沒有問題 好 來 接著第二關 好 第二關我們就是先KING的地形起手 好 然後先去把他上這個狀態 好 毒氣就會消失 好 那消失之後一樣可以補一個龍科之力 好 然後就正常轉就好了 好 好 來 這邊就直接垂過去 完全沒有問題 好 來 接著第三關 好 第三關這邊我們一樣補一個龍魂模式下去 好 然後開龍科之力 啊 不要消到火珠就沒事了 好 來 這邊一樣直接垂過去 完全沒有問題喔 來 接著第四關 好 第四關這邊的話我們先右下起手防禦一次 好 來 一次之後呢 這邊我們就直接把那個 都雷拖打開去墊吉他 好 然後 開龍科之力去排 啊 你這邊就看你有沒有缺的 像我這邊缺星 我就星珠去起手 好 版面有點糟糕齁 不過沒關係 好 阿莉莉石隊長既就有加C的選項 所以石康不用擔心 好 來 這邊就直接逛過去 來 接著二血的部分 來 這邊的話我們就把毒龍打開 好 然後開那個 莉莉絲 不過我們改成開移除齁 共鳴模式 來 接著開他的二技 好 無視連擊同等 好 然後順便把他添加成機械珠 然後我們再把附隊的莉莉絲 切回共鳴模式 不不不 不 龍魂模式 切回龍魂模式 好 然後開都雷拖 好 那這邊就直接去大力轉就好 阿你如果覺得不行 你就趕快去開牌珠 好 阿這邊因為已經無視連擊同等了 所以我們就直接正常轉就好了 好 好 來 這邊就直接垂過去 好 來 接著來到第五關 好 來 第五關這邊的話 呃 就直接整版水送給他吧 然後我們可以抓角色珠下來 稍微停在那個莉莉絲的直行 好 不會被連擊啦 所以沒事 好 然後這邊的話 你一樣可以繼續去把毒龍的技能洗回來 阿不洗 其實也不會怎麼樣 來 我們就開個牌珠 然後不要去消到水 好 把路程強化 好 來 這邊就直接垂過去了 來 接著來到第六關 好 第六關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附對這一隻 好不好 就是 從龍捲地形起手啦 這樣子就可以無視他那個射線 好 來 我們開一隻龍魂模式 好 一樣補下去 好 這邊不要消到木珠就沒事了 欸 莉莉絲本來有沒有無視射線 又忘記了 好 好 總之這邊不要消到木就對了 好 來 這邊一樣垂過去 完全沒有問題 來 第七關 好 第七關這邊的話 我們一樣可以再補一個龍魂模式 好 然後左下角起手 這邊一定要左下角起手 去無視他這個減傷抗性 不然會GG喔 好 中毒再加打過來 會死 因為他是中毒90%喔 好 只要有第一下起手就沒事了 好 來 OK 這邊帶過去 來 接著二血的部分 來 這邊我們就是KING去起手 好 然後我們把龍科打開 去弄水珠出來 你只要看到場上有10顆水 就沒有什麼大問題喔 好 你要把他整版都弄成水 我也沒意見喔 好 然後這邊有打到他就 先延遲 好 然後水的印記消掉 來 消掉之後這邊的話 我們補一個Lilis的龍魂模式 好 然後這邊你如果怕傷害不夠 你可以把都雷拖吹下去 好 不過理論上應該是不至於啦 啊 算了 吹一下好了 好 這邊就不要右下角起手 我們就直接大力轉喔 就到最後一刻還是怕怕的 所以把傷害吹下去 OK 看一下傷害 應該不會不夠啦 然後還蠻夠的啊 沒問題啦 好 來 第8關 好 第8關這邊我們一樣可以先去KING起手一次 好 好 來 接著如果你對於轉七康非常的不在行 就用2技去把他無視掉 也可以 好 看一下龍科之力跳回來了沒 好 有 可以了 那這邊的話就直接去轉喔 現在是已經無視掉的狀態 好 好 欸 結果我還剛好轉到七 可以無視 可以無視 只是剛好而已喔 好 來 這邊帶過去 沒問題 來 接著來到第9關 好 第9關這邊的話要轉2個十字 好 啊 我們先補一個龍魂模式 好 然後稍微排一下 來 接著這邊的話我們就用排珠了吼 然後去排2個十字出來就好 好 那莉莉絲本身不怕黏 所以就直接正常轉喔 智障十字 好啦 有轉到2個十字就好 然後我們就 2回合內去把他帶走就好 血有300億啊 比較多一點點喔 所以如果沒有一波帶走也不要緊張啦 就沒事齁 我們再多花一回合而已 好 這邊的話我想一下喔 十字 是不是有人要說莉莉絲傷害不夠啦 我都想得到齁 想得到你們想幹嘛 好 來 這邊就直接灌過去 沒問題 好 來 接著來到第10關 然後第10關這邊我們就可以把毒龍補下去了 好 這邊有一個復銷 好 補下去之後呢 這邊我們開莉莉絲的龍魂模式 好 他不要銷到他不要的那個東西 好 現在是光珠 然後我們左下角起手 好 我們就去把光珠疊一疊 OK 來 這邊就直接垂過去 完全沒有問題喔 好 來 接著就來到王一了 好 那王一這邊的話呢 我們先去把整版都變成那個機械珠 我先看一下這個CD會不會差很久 好像有點久 那這邊就直接開2技就好了 嗯 然後開那個 飛羅去追打30下 好 然後這邊把他變成強化珠 好 這邊你就看你有缺什麼 像我這邊缺木嘛 那我就是木去起手 啊 記得不要右下角起手 因為右下角起手就掰去了 好 這邊當然你盡可能的去把 珠子消一消是最好的 好 好 怕傷害不夠 你這邊就直接去把龍珠吹下去吧 好 不過建議不要啦 傷害理論上是非常足夠才對 好 來 這邊就直接灌過去 好 他的血我們這邊打了800億出去 可是他血其實只有369 我們還多打了一倍傷害出去啦 好 來 接著2血這邊我們就補龍魂模式下去 嗯 然後我們去電擊他 那這個射線就會消失了 好 然後最後就把他轉成強化珠 好 然後最後就把他轉成強化珠 好 然後你最後要排珠也OK吼 來 總之不要 然後他右下角起手就對了 好 來 這邊我們大力轉 好啦 那以上這邊的話就是黑金Lilis通關 給各位做一個參考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會啦 掰譜